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美国总统在他获选之后 他只有对神和他信仰的神和美国宪法宣誓之后才叫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这么多年没换过其他宗教 所以他们都会把左手放在圣经上 放在圣经上 在去年的美国中期选举 美国政坛出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变化 来了社会主义者 就是显示出美国政坛出现了混乱 我以为这种混乱是在一种大变革前自然表现 甚至出现了其他宗教的人 出现了其他宗教的人在宣誓 那个宗教牵扯到他的教派不同的派别中大规模杀人的人 在宣誓就职时呢 那些人放在他们的经书上去宣誓了 可是与他们有同样宗教信仰的另外派别的人滥杀无辜 所以这是美国政坛出现的真是你得面对他啊 另外一个就是他叫经典的叫什么 经典的社会主义追随者 我看到的是放纵 放纵啊 不开玩笑 放纵里面带着凶狠与得道 但在美国的传统当中 他依然是他的基督教也好 天主教也好 他是以圣经作为根本 所以在这个有关枪支管制方面 你看他在美国出现了枪杀事件 屡屡会看到很多人就是讲要颁布法令 禁止枪支 但为什么美国政府不这么做 在美国拥有枪支 就是枪支在民间比人美国人的人数还多 一个人可能有十把枪 有些人 对国民发言一遇枪支拥有的是自由 这是对国民的绝对的人性的尊重 巴西新总统上台 在周末签署法令 巴西人可以更自由的拥有枪支 在我们的概念中 被宣传的概念中 巴西就是毒品 姓桑拿 桑拿 桑把我 足球 对吧 我们看到是这些 在中国呢 菜刀都是拿绳拴上的 对不对 你得拿着身份证买菜单 这个制度 把所有人 当成动物 凶猛的动物 在看管 马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美贸易谈判期间 中国批准川普女儿五个商标 这是真正下跌 这是生命的下跌 而她的女儿本身呢 其实已经在撤回她自己的产品 她自己 因为她现在的身份 促成她不想在她的生意上 给自己的家族父亲 父亲跟她的夫君 因为她的丈夫同样是白宫的高级幕僚 找任何麻烦 她一刀两断不做 但是呢 中共就这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 去把这个东西投向美国 让美国川普 在美国境内的政坛跟媒体中 反对川普的人 好有爆料 好有实料 所以我说这是下跌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人说脸 共产党有脸吗 你说谁是共产党员 谁能代表共产党 陈独秀 曲秋白 胡耀邦 赵紫阳 邓小平 毛泽东 有一个算一个 不是死了 就是批了 就是杀了 就是给反革命了 你说谁是共产党 所以她是魔鬼来的 你找不着任何一张脸 但任何一个人 当她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就成了魔鬼的代言人 只要她跟党走 但她同时是魔鬼的傀儡 川普声称要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 来对付有关不公平的贸易 等等等等 这个我觉得无所谓了 星期天 你看她加班的 美联社讲说 星期天 批准了一万卡 四个商标 包括幼儿园中心 太阳镜 礼服商标 第五个涉及到中介 慈善 艺术品 等商标 在1月6号批准 如果没反对的话 90天之后得到确认 很多人把共产党 把中南海想的神乎其神了 我跟你说个道理 你要明白的话 她连狗屁都不是 我不是骂她 我们说的狗屁 你别往骂人那儿脚 狗 是这个 狗是这个 狗是女娲 在造人之前 造的其中的一个动物 快过年了 正月初期 叫人日 传统的家庭 包括像台湾跟香港 会对人日这天 很看重的 初期那天 女娲造人 也是第七天造的人 所以我说连狗屁不如 狗是神造的 神造的东西放个屁 那共产党说 自己是猴变的 自己是猴变的 在造的前六个畜生里头 没猴 所以咱说 他连狗屁都不如 没骂人吧 这有生命的 这有故事这么传来 所以他才下跌 伊万卡不断扩大的知识财产 长久以来招致 伦理道德方面的担忧 在中国正是如此 中共共产党操纵一切 所以伊万卡的律师 没有立即回应 发表任何请求 这纯粹是胡来 乱来 这群人他不是人哪 哪能这么干呢 就这么回事 批评者 长久以来说 身为白宫的川普家族 要求外国政府批准 他有金钱价值的知识产权 会导致他们进行 你看 就这个目的 没有什么别的 去年七月份关闭了 伊万卡关闭了他的时装品牌 说申请商标是一个正常的商业操守 目的是保护他的名字 不会被释除利用他的名字 赚钱的人所利用 那就不去批准服装了 对不对 之前批准 现在给你批准幼儿园 共产党操守者的下跌 美国之音 蔡英文声望 因为强硬回应习近平 而谷底翻身 台湾学者 其实不止台湾了 这个纽约时报也这么登了 21号公布的 民意调查的结果 蔡英文总统的声望 戏剧性的出现变化 34.5%赞同他 比上个月增加了10个百分点 不赞成的是47.5% 比上个月下降了13个百分点 那幅度太大了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数字 34.5%觉得数字怪低 习近平都是99点多 金正恩都是百分之百 能到45%的 非常不错了 那他作为公正人物 你让他百分之百 那不就是骗人吗 胡来吗 拿自己开玩笑吗 就是 凡是把自己定格在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你就是个笑话 你的存在是个笑话 在真正人的道义中 这是个笑话 但在利益中的人 很多人去网上扔 所以他听不了不好听的话 他接受不了任何反对他的意见 没钱的人 普通人很多也是热心态 所以这是中共党文化中 对中国人摧残之后的自然结果 其实都在《丛林法则》里面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姓尤的董事长说 政治人物能在一个月内提升十个百分点 太罕见了 只有一个因素 习近平的效益 中国的因素 让他谷底犯身 他进一步解释讲说 强硬回应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 赢得台湾人民的尊重 我觉得就这么简单的事 所以在这个环境中 最近这对头算十个月 从习近平宣誓就职以来 十个月 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当中的 第七位最伟大的领袖 他用了半年的时间 让全世界人认清共产党的面孔 起码拥有一个公众机会 前六位 中共建政以来 49年以来 前六位的总书记 没有一个有这么大本事的 包括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 在他们改革的概念中 风口浪尖的风流人物中 他们都做不到 这么多年 他们都做不到 习近平短短几个月 就能做到的东西 习近平是个人物 共产党死在他手里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